各位可愛的天使,大家下午好,我來自台中,今天有沒有來比瓦園的,我來自台中,一大早我們就來了,來參加這個遊行行列,那我們從立法院走到這裡,我在馬路上一直喊,其實我的內心無比的澎湃,怎麼澎湃呢,只有我們幾個人,請問我們會不會很孤單? 各位天使們,我們絕對不是孤單,因為台灣反獨的人有多少,由這一次的選票裡面告訴我們,台灣的人民是不是反獨的,台灣的人民就是反獨,因為他們不曉得我們在半劍走,所以他們不曉得如何配合我們,所以我們今天是小事身手,你說是不是, 然後我們要不要政府重視產品安全分析制,要不要,所以我們今天是第一次,我們會不會有第二次,會不會有第三次,會不會有第四次,我們的壓力要越來越大,比得政府重視這個事情, 因為這個事情,關係著我們後代子孤的負責,你說是不是? 是,所以各位天使們,我們今天雖然是這些人,我們走在馬路上,你要知道,我們是今天知道這個訊息才來,不是沒有參加人,他就是不反獨,這一次的選票已經告訴我們,台灣有幾百萬人都在反獨,所以我們要一直走下去,為我們台灣的下一代,來付出好不好? 好,今天大家辛苦了,我也跟大家祝福,希望大家在未來,反獨的路上,一路順暢,好不好? 好,謝謝大家,謝謝 謝謝大家,謝謝大家 歡迎我們的大會長,大會長,來掌聲,歡迎,歡迎